屏洞有一位高空摄影家张大川 他经常搭着轻航机或者是飞行伞摄影 十多年来他拍下了无数的美景 而其中有一张真纹水库的相片 从正面看呢 宛如是真散美三个字出现在大地上 透过画面我们带你快来看这难得的画面 低空拍出屏洞后壁湖的平山湖地形 从空中视角拍摄美到驻上浮化的阿朗伊古道 日山的十一个山头全部入境 一张张令人叹为观止的台湾美景 但让人更惊呼的是这张 南台湾真纹水库上空拍下的 正面看像是书法自行的针 再看清楚一点也上美 把照片倒过来看 呈现的是草书的扇 针扇美三字从巨人高空视角就在台湾出现 非常难得 那我觉得这张是非常美的 然后我曾经想要重新再拍 因为在去的时候它的水位不一样 所以它呈现的字也不见得就是这个样子 出现特殊画面 因为真纹水库水位的高低 这上经过时间没有云雾遮蔽下才能呈现 这是屏东一位有名的高空摄影家张大川 经常搭着清航机或飞行伞 以空中视角拍摄海湾美景 空中视角持续往南飞 沿海乡镇的余温水车都变成特殊景观 墾丁更是美不深收 大扫轨湖的神秘面纱也在照片中被揭开 大扫轨湖是全台湾最深的高山 它的雕高两千多 它在半山两山 小扫轨湖的位置是在屏东跟台东的中间 透过空中视角俯瞰 有真善美奇景以及更多美景 都在此让人看见台湾之美 民視所民生屏东报导 在往南飞行伞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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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南飞